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我姊腾 今天我讲的故事是 乌鸦喝水 有一只他玩的小乌鸦 玩到头渴了 四处找水了 突然他发现到里面有一个装着水的瓶子 于是他赶快跑到瓶子前 把嘴伸进瓶子里 但是嘴巴太响了 水又不多 突然嘴巴往里伸 也喝不到瓶子里的水 小乌鸦想不出给那个水的方法 只好围着瓶子转圈圈 突然他发现到里面有一堆小石头 于是鸡丁丁丁丁丁丁 想了一个好办法 他把小石头一个一个放在银子里 一圈一个小石头越来越来越 low 两家比一圈也慢慢升高 不一味儿 没声到银口了 小乌鸦终于喝到瓶子里的水了 重点的小乌鸦 运用了字会 终于喝到瓶子里的水了 谢谢大家